问了半天 你不念经有什么用啊? 你讲吧 你好师父 我是2007年属猪 属猪是吧? 2007年属猪 小弟弟你想问什么? 问读书啊 对 不用功啊 这个猪整天在睡觉 还玩游戏机 我看这个猪趴在一块玻璃前面 有点像这个电脑一样 是不是啦? 是 而且不大愿意跟爸爸妈妈多讲话 就喜欢自己玩 对 你这个孩子叫妈妈不要担心 你会好的 因为你很聪明 但是你这孩子呢 会有两极分化 两极发展 要么就变成一个很好的孩子 要么就变成一个很坏的孩子 你想做好孩子坏孩子啊? 好孩子 嗯 好孩子要不要听话啊? 对 你要不要考试的时候 突然之间 哎呦 我什么都考得出来 哎呦 为什么我都考得出来 因为你有菩萨保佑 你想不想叫菩萨保佑你啊? 想 好 愿意不愿意念心经啊? 愿意 愿意 就这么救人了 不是 从小就学佛了嘛 对不对啊 我有理经 念经 你有念经 小弟我告诉你 小弟弟我告诉你 你的文科不是太好 就是数学不错 你以后从数学数理化 你很喜欢数学算 对不对啊 对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自己的孩子明明是数学的脑子 数理化好 非要让他学文科 学不出来的 很多人明明文科很好 非要让他学数理化 碰到数字头就痛 就这种人都有 所以你这个孩子 他是学数理的 所以你以后培养他 在数学方面 很聪明的 没有问题的 而且他很孝顺 对你啊 very very good 他发脾气啊 好厉害啊 哎呀 他发脾气好厉害啊 看看他的妈妈脾气更厉害啊 现在知道了吧 我跟你说的 孩子的脾气都是跟爸爸妈妈来的 不要去怪别人啊 就像爸爸妈妈就像镜子 造出来的就是你自己啊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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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懂懂懂 他有扁 我的扁头性很大 啊 你的什么 我是扁头性 啊扁头性是吧 几几年的猪啊 2007年 2007年 那 卢爷爷 现在马上把你治一治 好不好 好啊 让你马上这里发热 好 好吧 你把眼睛闭起来啊 爷爷马上叫你脖子发热啊 那 发热了吗 有 有 好 谢谢 头冻冻看 嗯 好 你听爷爷的话 第一 不要吃太辣的东西 第二 每天要吃点海带 好 好吗 第三 不要吃活的东西了 好 不要吃什么生萌海鲜的 听不听得懂啊 听懂 以后要跟爷爷一样吃全素 好 好吗 好 你这孩子以后会很好的 好 他这个毛病 他这个毛病是 他在你肚子里的时候啊 你每天吃条鱼也比较吃个什么海带的活的东西 补身体 知不知道啊 现在全到他身上 在他这里 我看很多鱼 还有虾 他有皮肤病啊 皮肤病就是你的呀 又是我啊 对不起对不起 现在知道了吗 对不起对不起 他的脾气就是跟你一样倔 明白了吗 你说你倔不了 他身上有没有灵性啊 他身上啊 还有热脏多少啊 小的小的灵性 哦小方只要给他念一点的要命 四十九章 哦 好吧 四十九章 小弟你自己念 妈妈也念 台长爷爷保你以后又聪明又可爱 前途很好 好不好啊 谢谢谢谢 师傅我不可以看看我这边里头痛啊 你呀 对 你几几年呐 六六年 马 六六年马 对 马 数马 他说六六年 他说六六年妈 六六年马 六六年马 我看一下哦 哦 你妇科很不好耶 我左边很痛 嗯 我说你的妇科女人病也很多啊 哦 听不懂啊 你的腰很不好 腰痛 腰酸背痛啊 对 怎么办啊 怎么办 还没看完呢 毛病很多呢 你就生了他一个啊 对 在他之前有没有流产过啊 有 哎呦 要念吊的 他现在趴在你腰上 你知道吗 这个小鬼啊 这个小鬼是个女的 在他之前 是一个女儿啊 哦 听得懂吗 吊的是个女儿 哦 现在经常回来找你啊 所以你经常会 突然之间很不开心 尤其有时候看到他 你就会火大得不得了 很想揍他 你知道为什么揍他吗 就是这个小鬼 让你揍他的 对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对 现在明白了吗 我告诉你啊 你这个人 血上不来 明白吗 别看你这么胖 但是你的腿啊 有点肿啊 哦 你的脚平时坐在家里 两个脚要翘起来 明白吗 明白 还有脾气不能太大 要每天念心经 念心经的人脾气会好 明白吗 明白 孩子如果想揍他的话 就心里念心经 很快的就不想打他了 这个孩子其实蛮孝顺的 他以后会帮你很多忙 你以后晚年 还靠得到他很多 明白了吗 明白 怎么我小肚很痛怎么办 你说什么啊 这个小肤 小肤很痛 小肤是吧 对 还没讲到他小肤 哦 你要当心哦 哎呦 是不是腸 这个大腸有事 对了 我告诉你 你从今天开始 你可能要许愿 你要到观音堂去许愿 你要吃全素了 我吃了差不多两年半 全素啊 念经念了没有啊 差不多两年了 两年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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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告诉你 肠子出毛病了 长了一个小东西 哦 对啊 很痛 对 因为为什么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你睡觉的时候 它不是很痛 你一运动站起来 一吃东西 或者只要腹部这个地方 一动啊 它这个地方就会痛 对 尤其是走路 走得很多的时候 对 他现在长的这个部位 非常地活药 是不是牙呀 cancer 你怕不怕啦 怕 怕 我要是看到真的怎么办呢 没关系啊 你可以嘛 你几几年数什么呢 六六年 66岁 给你一个时间好吗 给你一个时间 三个月当中要拼命的 不许做坏事 拼命做好事 好吧 我刚刚跟菩萨讲了 给你三个月 如果你好了 你再去查 你今天大家都听见的 如果你明天 如果你明天去查 查出来的结果 你自己心里有数 如果你三个月当中 拼命去劝人家念经学佛 你好好做人 嘴巴不要乱讲话 不要杀生 听得懂吗 三个月之后 你再去查 你看看 OK了 良性的 你这个三个月当中 不要去查 查的话 你回到家 就爬不起来了 吓得爬不起来 毛病还没那么严重 前期的 就是说前期的 不是很厉害的 明白吗 完全有会好的可能性 它是肠子跟肠子当中的 肠子长的这个东西 小的 肠中 对 你怎么知道 感觉 好痛 它是一动 一压迫 它就痛 不压迫 它就不痛 长在肠子的肠中 我告诉你 你们排队 等着检查要几个月了 台长几秒钟 就把你们看出来 他小房子多少张 小房子 现在是讲到正规了 小房子第一波 先念四百张 是 你要命还是要小房子 还有要念往生咒 每天念四十九遍 还有放生放多少 放生是吧 放生放两千四百条 两千四百条 两千四百条 这个四百张 四千 多长时间啊 好长啊 对 四百张 好长啊 你现在 从现在开始 每个星期去放 好吧 这两千四百条 坚持 我刚刚跟你说三个月 你三十个月里边放掉 好吧 这个小房子到长时间啊 小房子嘛 四百张嘛 先念掉两百多张 你已经会不痛了 你现在 马上吃一个中药 好不好 听我的话 叫 健皮丸 中药 健皮丸 还要吃一个牛黄解毒丸 这两个药 我告诉你 你吃了之后 你自己会明显的感觉 这里就不痛了 然后把自己的业障念掉 我身上业障有多少 请问 业障很多 你上辈子在这个时段里边 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 所以你这辈子就这个时候 你就会有这个事情 听得懂吗 听懂 明白 我就讲给你听就知道了 你们家族里边有杀业 对 鼓掌 明白了吗 吓死人了 我告诉你 你们还不知道 台长告诉你 我救了多少人 就是先告诉他们有癌症 其实我一告诉他 很多人一查 查出来了 查出来早期 医生就帮他弄好了 有的是这样弄好了 有的人害怕开刀 化疗放疗 陆台长 我不开刀可以吗 那我说要看你自己了 放声许愿念经 三大法宝 拼命地做 他不开刀 指标下来了 好了 也有 那你到底想化疗还是放疗 什么都不想做 那等死了 连小房子 这个小房子时间多长啊 小房子 两百张在三个月当中念掉 好吗 好 台长可以 我告诉你 你多求求儿子 你的儿子过去 你别看他那个样 你的儿子 我告诉你 是个仙童 求求你帮我练小房子啦 哎呦 这种妈妈也有的 你帮我点啦 你帮我练啦 听得懂了吗 谢谢你师傅 我叫他求菩萨 比你自己求还灵 你帮妈妈求 妈妈身体好 不要长东西 观世音菩萨 奶奶 你帮帮我妈妈 我一定以后大起来救更多的人 帮助妈妈 好吗 谢谢师傅 好了好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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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